来 大哥 不用不用不用 真的 没几个 莎佗 别放心吧 母妈这套房子 我相信紫诚和小娜是不会要的 我就更不会要了 我不是想说这个 大哥 那 莎佗 你是个好人 小娜跟紫诚也都是好孩子 秀芳她不配做这个舅妈 我呢 就更不配做这个舅舅了 大哥 您不要再说了 你听我说啊 母妈跟美娜断绝关系是因为那张大字报 这件事情 我至今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写那张大字报的人不是美娜 是我 当时应该去内蒙古查队的是我 美娜觉得我是田家唯一的男孩 又不忍心 让我们的父母伤心 她就连夜把大字报的名字改过来了 最终是替我远走她下 后来 美娜去了内蒙古 我说出来也一事无补 后来爸爸去世了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就更不能说出实情了 美娜是替我收过 我一想到美娜在内蒙古吃了那么多的苦 又不被妈妈原谅 又经历那么多的不幸 我 我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懦夫 我不配做她的哥哥 我 我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男人 大哥 大哥 当初美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相信她肯定有她的理由 大哥 您刚才跟我说了这一些 您就不是懦夫 您是个男人 作为一个男人嘛 应该有担当 应该我家里着想 只是这件事情 既然瞒了这么久了 最好就别跟母妈说了 不然母妈知道以后 心里肯定会更难过 就把这件事情 烂在肚子里面 来 Microsoft 碧 Yao 砂头好像不会吃官司了 紫辰和冯松呢 还在继续搞那个网站 你放心 时间久了 小娜和紫辰一定会回来的 你说的这些 都是文静告诉你的吧 难道只有走文静这条路 我才能跟他们 有一点点关系 如果你希望文静做些什么 我可以去找他 不过 文静和紫诚的关系 你最好是先想清楚 许秦好点了吧 许秦好点了吧 我是特意来看他的 另外我已经替他 交了三个月的费用 你们随时可以搬回去 算了 只有人情太大 我接受不起 别这么说嘛 王家 我不是想认回自己的儿子 这你都不理解吗 认儿子不是靠砸钱就行的 你看人家沙陀 没钱没事 可两个孩子 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这叫义德夫人 看来你也被他车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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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不说沙陀 你还是让许秦搬回聊洋院吧 上次是我的不对 你这次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的良心得到一点安宁 可以吗 陆远山 我早就不相信 你会良心不安的 你是个成功人士 大老板 我只是个小小老百姓 你不会无缘无故 对我这个小老百姓发审心 这个我最明白 或者以前 我就是不知道 也会先接受再说 但是现在不一样 我得听沙陀和则长的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拜子生回家吃顿饭了 为什么 以什么身份 是以我男朋友身份呀 还是以陆远山儿子的身份 你想以什么身份 我想的 不是你要的 你爸爸现在已经意识到 自己犯的错误了 也在忏悔了 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 我从来都没看他这么难过过 你就不能帮帮你爸爸吗 那是两回事 就算我去帮他 我爸原来做你的事 实在是太让人伤心了 这不是一顿饭能解决的问题 他已经认识到他犯的错误了 并且已经在忏悔了 你也看见了 你爸爸是一个有责任心 有良心 也懂得珍惜亲情的人 是 一顿饭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但这起码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啊 好 就算是这样 我可以试着让子诚和小娜 回去在家吃饭 但是话说回来 子诚又算我什么人 只要你能把他们俩请回家 妈妈可以支持你跟子诚的交往 但是这件事情 必须暂时瞒着爸爸 事情就是这样 我妈特别诚恳地想请你们俩我们家吃饭 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吧 这不是面不面子的问题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文静 这事你就别掺和了 第一 我们不想去 不想认他这个爸爸 第二 如果沙叔叔知道这件事 他一定会伤心的 没错 就吃顿饭而已 我也没说别的 那我家看看吧 我爸说有张照片给你们看 照片 什么照片 是美娜阿姨的呀 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看他这么痛苦过 除非你们一辈子也别让他找到 否则他绝对不会放弃 来认回你们的 无论你们怎么决定 我还是希望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 把话说清楚 以后该如何相处 有些事吧 没必要让沙叔叔知道 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会有些事 你会有任何事 他会在这些地方 对我来说 我说我发生了 你会有任何事 对我来说 我老板 只要是咬到